开支在路上有时候你见到的可能超乎你的想象 17号 山西太原的王女士在下班的路上听到了很大的声音 开始呢以为是挖掘机 后来发现是一辆共享汽车 而令人惊讶的是这辆共享汽车的右前轮轮胎已经没有了 只剩下一个轮毂 我是17号下班路上碰到的 山西听到很大的声音 我以为是挖机在路上走 正常人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就是靠边停车或者转过车吧 但还没有 它这样开就是对我们路上的行人还有其他车量 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和生命危险 就一直那样拖着走那路都坏了 一道一道的太没素质 估摸一下轮毁的1.5公里左右的样子吧 这么开车真的是太危险了